王一博的风采 网友按捺不住内心激动 王一博都去桂林了 我们也得奔赴所爱 主打一个赏桂林美景 品桂林米粉 顺带偶遇王一博 这波操作下来 让原本的画风都转变了 这群女人就是为了打听一下 王一博的行程而已 去深山老林偶遇王一博 你们的脑袋里都想什么呢 果然热梗完大了 就成了笑料包 各种奇思妙想纷纷来袭 没人在意王一博 怕那么酷的一个孩子 如今成了喜剧人的存在 接下来品牌方也不甘示弱 他们知道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中 女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于是燕之屋的燕窝品牌决定发力 他们请来了王一博作为代言人 这无疑是给女性粉丝的一大福利 王一博那清秀的外表 配上燕窝的自补功效 两者结合 无疑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然而网友们却开始担心起来 燕窝作为女性自补品 王一博吃多了 会不会上火呢 这个问题虽然有些滑稽 但是都在响入非非 有人甚至调侃说 难怪王一博长得这么水灵 原来是燕窝的功劳 王一博可以穿出小香风的优雅 就能把燕窝吃出水灵来 果然是王一博的摩托大军 脑回路也是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整个事件的发展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喜剧 网友们的反应和评论 更是增添了不少笑料 王一博本人可能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次旅行 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自己不搞笑 为什么总会在搞笑的边缘试探 一不小心就成了大家 开怀大笑的笑料包呢 这就是娱乐的魅力 它总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 王一博无意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它的存在 不仅仅是一个明星那么简单 更是人们情感寄托和娱乐消遣的载体 而它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幽默感 更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 娱乐圈停不下来的人 王一博 食不完的牛镜不是被拉出来对标 就是在热饼的路上 哎呀 哪怕在低调 如今都不允许 什么百花奖没有提名 什么东西岛没被录用 试吻一句 王一博需要吗 顶流忙着拍纪录片 后面还有演唱会 还要忙着镜组拍戏 他没有那么多分身 说到王一博的作品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 王一博头一次单纲拍剧的那个时候 他出演的人生之位是清欢 敌之位这个角色 简直就是傲娇界的猛虫 可爱的让人忍不住想捏一捏他的小脸蛋 然后王一博再陪你到世界之店里 变成了电竞界的诸葛亮 继相控这个角色 运筹帷幄 努力向前 让人看了之后 只想说 这小伙子不仅长得帅 脑子还好使 真是让人羡慕极度恨啊 接下来是陈情令里 心冷无味的狼妄鸡 强大无言 简直就是高冷男神的化身 观众们看了之后 都忍不住尖叫 这角色 太有范儿了 王一博 你是怎么做到的 魂穿狼妄鸡 而在有匪中 他变成了武侠世界的解语 活泼灵动 可亲可喜 让人看了之后 忍不住想 这小子 怎么就这么招人喜欢呢 难道是吃了可爱多长大的吗 在冰与火中 他化身为 警匪基督的陈鱼 阳光坚毅机智勇敢 让人看了之后 只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太帅了 简直可以当警察局的代言人了 而在理想照中国之抉择中 他饰演的蒋仙云 诚意坚定 无谓向前 让人看了之后 只想说 有担当 有魄力 真是个男子汉 风起洛阳中 他扮演的白李红义 贵气矜持 强大盛情 如今在追风者中 他塑造的魏若来 顺无一策 成长成熟 坚定执着 可查可刚 角色热度刷新了 酷云角色榜 剑榜以来的记录 魏若来 绿茶街的天花板 热度取代王一博 成功俘获大批迷妹 扫荡式圈粉 火得一塌糊涂 电影方面 王一博的表现也是杠杠的 短片《我的朋友》中 他扮演的是李默 是一人生 努力沉默 无名中 他扮演的荡 而在热烈中 他扮演的街舞少年成熟 身处底层 却执着赤诚 自信谦逊 红了之后的王一博 他的剧全部登上平台财报 重继娇人 而追风者 更是刷新了记录 他的电影 《我的朋友入围柏林》 三部电影全部票房口碑 双丰收 获奖无数 而且王一博的作品 还有一个特点 从不重复 角色类型从不重复 骗子类型从不重复 人物塑造从不重复 他从来不是舒适区的享受者 而是开创者 破局者 创新者 王一博锦绣 封面上线 打破以往风格 带来了别样精彩的宫廷王子风 让时尚圈为之颤抖的男人 果然时尚魅力爆表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一出场就自带光环 一微笑就能让太阳 都二人失色的王一博 哎呀 居然猝不及防 话说 这次王一博的杂志封面 可谓是零宣传 但是 这个难不倒我们热情如何的粉丝们 听说王一博有封面 基本上没有手软的 口上跟你姐妹相称 手上从不懈怠 主推一个块 封面一上线 就像一颗重磅炸弹 瞬间引爆了整个网络 短短几分钟内 五万本预售杂志就被抢购一空 仿佛是被一群隐形的购物狂人 瞬间搬空了一样 而在这疯狂的抢购之后 平台上竟然还有20万人在排队等待 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王一博封面争夺战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魅力真的是无法阻挡 他的人气就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席卷了每个角落 而且你知道吗 王一博穿过的衣服 每一件都会变成爆款 这简直就是时尚界的王一博效应 这次封面的来头可不小 他来自王一博代言的法国鳄语品牌 这可是一个大手笔的合作啊 2024年秋冬款登上了T杂志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时尚展示 更是法式格调的艺术 与时尚的一次结合 王一博跟法国欧语匹配度挺高的 时尚运动风格相得一张 机车王子 摩托车元素 牛仔帽各种混搭 让王一博看起来很有成熟男人的味道 经典的Polo山蝶穿 加上全新的风采 扩形剪裁大意 每一个细节都在彰显着王一博的鲜明个性 而这次的封面 王一博更是以一种宫廷小王子的风格出现 牛仔帽 贝雷帽的搭配 让他的法式穿搭魅力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黄色 鳄鱼刺绣大衣的点缀 更是让整个造型充满了高级感和时尚感 同时 有没有发现 王一博有一套穿裙装的造型 哎呀 没想到 苏格兰长裙就这么穿在了王一博身上 不知道如何形容 好身材 穿什么都没有违和感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这次封面 真的是给人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新鲜感 西部牛仔风 加上王一博清冷的气质 运动时尚的魅力 如雅随和 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一个歌手 更是一个引领时尚潮流的标杆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引起一阵风潮 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没办法 王一博的人气 就是这么牛 随着作品的上映 扫荡式圈粉的微落来 让王一博的粉圈逐渐壮大 这次看得出来 五万杂志真不够强 每次都是这个状况 王一博受品牌方的青睐 法国鳄语可谓是 一出手就是王炸 果然出手不凡 让我们看到了 不一样的王一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看到了 炭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